來小蕙蕾 小蕙蕾 來在這邊 好不好 抗 好吧 好 不請站 國學啊 本來媽媽也跟我說 看到狗就要跑的那種小孩 國學是不是 起風 抗 好吧 好 不請站 好 哇 我們是集中式特調辦嘛 心服權這件事 是針對一些情緒上的小朋友 可以去做引導書解這一塊 這隻米克斯黑狗並叫七峰 走過宜蘭宮鎮國小的操場時 引起學生騷動 即便被一群學生衝上來打招呼 七峰也沒有廢教 直奔進教室 因為他今天要來當老師 帶著狗狗進教室的是 新舞犬團隊的兩位創辦人 執行長陳奕均 和訓犬師鍾皓宇 不可以 大家 要輕輕說謊 哪個小朋友要選 這一家 喔 真的嗎 培違 真的嗎 哈哈 學生培違率先舉手 但當七峰跑過來時 卻躲了一下 在老師的引導下 仍勇敢地說出指令 最終成功將手中的零食餵給季風 你好厲害今天好勇敢 這堂課有別於平常的班級 學生是特教生 包括唐室症 腦性麻痺 自閉症與智能障礙 即便是相同的病症 每個小孩的表現形態都不一樣 一樣自閉症的小孩 有的就很活潑一個嘴巴不停 可是原則上會出現在應對上的問題 所以他可能都只在說他自己的 那你可能還是要得去引導他 可是你也不能直接擋他 有時候會讓他也很不開心 所以特教班老師陳明雪 申請幸福犬團隊 來幫學生上課 舒緩學生情緒 但起初以為只是帶狗來玩一玩 沒想到上課過程中 包含了語言引導 降低敏感度等訓練 好 因為你要放輕鬆 他才會放輕鬆喔 好不好 請問來聞一聞 其實喔 去放這裡 二 三 三 喔 它靠著你耶 我真的喜歡 你看它靠著你 雖然它蠻喜歡你的喔 你看它是不是靠著你 媽媽 小聲一點它就靠近你了 手動作慢慢的 它就會輕輕地吃掉 它就會知道 喔 原來我做出這麼溫柔的動作 這麼緩慢的動作 而且聲音一放得很小聲 戚風就會好好的跟我相處這樣 幸福犬已經比我想像的又更乖 你看整節課下來都沒有聲音 這麼穩定的幸福犬 不是品種狗 而是浪浪 因為比起部分配合度相當高的品種犬 浪浪更能展現不同個性面貌 培養學生尊重多元文化 已經將近快有16萬的流浪犬 我們在外面是很容易 時不時會遇到 那這些浪浪它其實他們 他們自己的個性 就跟我們每個人一樣 那如果我們可以在教室裡面 學習到說 怎麼樣子跟不同的狗狗相處 我應該要尊重它的感覺 我應該用它喜歡的方式 跟它相處 等一下我們都不要動 我們是穩定的地板 透過狗老師的訓練 讓學生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 像彩杯遊戲 就是讓學生了解團隊合作 那些遊戲也是 想跟我們怎麼一起合作 趴著的時候 大家要一起好好趴著 去關注到 除了自己以外的存在 放鬆放鬆放鬆 公正國小的新普選課程 一共9堂 這次是第二堂課 老師就已經發現 有明顯的轉變 國學本來媽媽也跟我說 不要參加好了 我說為什麼不參加 她跟我說因為她很怕狗 看到狗就要跑的那種小孩 我們就會讓她知道說 害怕是很正常 但是你看戚風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她一開始 從手上沒有辦法餵 到現在是 她就 然後就吃掉了 吃完以後就會 自己幫自己拍手 她就很開心 就覺得自己很棒 未來他們融入社會 很需要學習到的 而不是對一個 自己好喜歡的東西尖叫 然後對一個自己很討厭的人 就打 拍 推 她未來就會更有機會 去克服其他害怕的事情 幸福犬團隊 致律服務特殊族群 生贈者 銀法族等 但他們不只幫助人 還有狗 因為許多浪浪遭受過創傷 而留下行為問題 造成領養機率降低 團隊希望能給他們一個家 讓大家看到浪浪 所展現出的天分與特質 犬舍中的廢叫聲此起彼落 幸福犬團隊來到台北動物之家 告訴我們首先如何評估幸福犬的特質 他們在其中一間 看見一隻相當冷靜 名叫柚子的黑狗 因為我們是要互動式的 不是完全的陪伴 幸福犬團隊決定選柚子出籠散步 更進一步了解她的個性 然柚子來到大廳後 顯得有點焦慮與緊張 而且好一陣子都沒有緩過來 柚子 你只待過那個地方是不是 你沒有來過這個地方 完全都沒有辦法走的話 我們就會再進一步的討論說 是不是她未來會花更長的時間 去訓練她這一個部分 成犬的話我們都會給半年 對 因為太長的時間就會成本的問題 人力的問題 由於柚子沒有想出外散步的意願 因此讓她回家 在動物之家的推薦下 帶來了另一隻名叫天狼星的黑狗 雖然只有三隻腳 但卻活力四射 看著天狼星開心地到處探索 周浩宇和陳一君就目前觀察 天狼星具有成為心腹犬的潛力 相當親人又穩定 現在願意停下來跟我們摸 已經不錯了這樣 因為這時候應該是會很想到 一直摸 然後一直去找有什麼新的東西 這邊沒看過的東西這樣子 因為她對人的反應也滿好的 對啊 第一個是她親人的速度跟方式 算是一個比較自然的狀態 她的意願 意願比較主動的意願 對 像她剛剛主動靠近年久 但天狼星是否能在半年內成為心腹犬 光靠一次散步還不夠 通常會安排四次的探訪 進行全面評估 包含她對比較胖一點點的人的反應 比較瘦一點的人的反應 然後對坐著輪椅的人的反應 撐著雨傘的人的反應等等之類的這樣子 知道這隻狗狗 牠的優點在哪裡 然後牠敏感的地方在哪裡 害怕的地方在哪裡 經過這些評估 團隊才能知道 如何去翻轉狗狗的創傷 盡力自信 同時慎用優點 成為幫助特殊族群的幸福犬 象棋風就曾經相當害怕 叔叔 阿伯 阿公等男性 像這樣子的樣貌的族群上 牠曾經受過很大的挫折 可能真的是被打過 被踢過 必須要幫助牠可以修復那些創傷 服務的過程當中發現 叔叔跟伯伯他們都對我很好 所以棋風他到後來 他其實已經可以接觸 大概60歲左右的長輩 流量犬與特殊族群效育 兩邊都需要一塊陪伴的拼圖 但當他們建立彼此的信任 就是共同走出艱難的時刻